对,是,其实因为疫情啊,你也知道就是很多小伙伴,比如说本来已经毕业了,想会过,现在不敢会过,然后就是确实是,那我们可能建议的,或者是推荐的几个比较多的操作,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考虑在一个学校读书,对吧,再去暂时去读的别的学位,这是一个比如网上课程,或者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照片,继续订阅的M1,那第二的话, 就是说,你如果说只想短暂在美国待一下,来去躲避一下这个疫情,然后等疫情好了,就再回国的话,你也可以考虑就是短暂用B1,B2,就是转转B1,B2,做一个短暂的一个电流,对吧,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有配偶的话,当然也可以考虑转转配偶的这个附属的这个签证类型,那第四的话,比如说,其实我想跟大家强调就是,首先这个F1到期,它是有60年的这个Greece Period,对,所以 在Greece Period之内,听到是没有问题的,只是从Greece Period的end开始,你开始来 incur你的这个unlawful presence,但是unlawful presence是这样,如果你不超过180天的话,是在离境,在入境是没有这个bar,只有超过180天的话,在离境,在入境会有一个三年的bar,超过一年的话,在离境,在入境会有一个十年的bar,所以说实话,你从Greece Period的end,然后你不超过180天的话, 只不会吹个这个bar的,所以说就是给大家一些小伙伴一些,就是一些window吧,这样子你可以去做一个安排,比如说可能会考虑第三国呀,加拿大,或者别国呀,来断载,就是现在,但是现在美国疫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,可能会过来去用最好的选择。 我是雷格,大家可以叫Linda,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,所以到现在从事做职业的话,基本上有六年多了,我们这个格尊历事务所呢,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,民营签证,然后持续产权公司商业。